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娘 你回来啦 婢婢 娘 你怎么了 婢婢 婢婢 娘 娘 发生什么事了 您为什么哭啊 娘没事 娘没事 您眼睛哭得很红 婢婢看得都想哭了 娘不哭 娘不哭啊 婢婢也不哭 娘 你真的不哭了吗 娘真的不哭了 娘不哭了 娘笑一个给你看 看见您笑了 婢婢就不哭了 婢婢乖 走 娘带您进屋去啊 走 医生 太要不要紧啊 现在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小姐 你不要紧张 手术很顺利 她的伤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不过怎么样 脚骨断裂 虽然经过手术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疗养 好 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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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你醒醒啊 郑哥 小姐 小姐 麻烦您让一让 病人的麻醉药还没有退 我们现在要送病人 到病房休息 你醒醒啊 郑哥 娘 在判断 没事吧 姑娘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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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别等了 快回屋休息吧 哎呀 雨越下越大了 老爷他今晚是不会回来了 夫人回屋里去吧 我要等 我要等他回来 老爷今晚不会回来了 明天一早 天一亮 咱们再出去找老爷 行吗 夫人 我要等他 我要等他回来 可是外面很冷啊 夫人 夫人 朕刚在外脱也会冷 我一样也会担心 这里是他的家 有家的温吗 他难道忘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意义 夫人 娘 娘 求姨 娘 娘 你怎么哭了 娘 我跟你娘没事 你快回房里睡觉 别让姨给灵饶了 不 我不睡 娘 你是不是在等爹 他不是在降员工作吗 冰冰 爹不在降员 爹 爹 娘 爹是不是不要我了 爹 爹不要安安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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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刚哥 你快醒醒啊 医生不是说 你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我是佩琪啊 你快醒来看看我 陈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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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陈刚哥 陈刚哥 佩琪 陈刚哥 我不是佩琪 陈旱 你看清楚 陈即 陈旗 陈旗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医院里 陈刚哥 陈刚哥你躺下啊 你高国防手术 要躺下来休息呀 陈涵 等一下 我发 发生什么事了 你发生了车祸 朕刚哥 车祸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都怪我的本司机 开车不长眼睛 偏偏撞上了你 都怪他 都是他不好 你的只撞了我 够 你的伤口 现在一定很痛 对吗 你可是动了整整 几个小时的手术 我在手术室门外 记得我都快发疯了 朕刚哥 朕刚哥 你还不能下床啊 朕刚哥 我求你让我回去 我家人一定很担心 父啊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你变成这样子 朕刚哥 我好伤心啊 朕刚哥 你别难过 我 我没有怪你 朕刚哥 我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会在这种情形下相见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恨你 可是我现在更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的车瘦伤了你 我恨我自己不能替你承受这些伤痛 朕刚哥 我真的希望被撞倒的人是我 不是你啊 裴 裴 裴齐 你先 你先冷静一点 你让我回去好不好 不 你不能走 医生已经说了 你的伤需要好好疗养 朕刚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爱着佩山 刚才你一醒来 就喊她的名字 可是我不在乎 我只希望你能够让我照顾你 你的伤是我造成的 你就让我 弥补对你的亏欠 让我受这份罪 好吗 朕刚 你究竟在哪儿 难道你对我的误会那么深 你不想回家了吗 也不想再见到我跟孩子 不 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可能连家庭 还有将员都不要了 你说过的 男人要有责任感 要顾家 也要把事业顾好 你不可能连家庭 你也在想爹 在担心爹 对不对 安安 你看 这是童心结 你爹 代表着爹和娘心连着心 永远在一起 可是你爹现在去 娘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都没有找到你爹 这儿 这里是爹和娘定情的地方 小的时候 爹娘常来这里 每次一到这里 爹和娘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把所有的不与苦 所有的烦恼都忘掉 然后手牵着手 开开心心地回家去 安安 你是在安慰你啊是吗 好乖 朕希望你爹知道我们母子在等他 在担心他 希望他此刻能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向老天爷祈求好吗 走 阿淳 你给我出来 大小姐 什么事啊 我问你 这些饭菜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这都是刚才的菜 刚才准备的 刚才准备的会这么凉吗 你在骗谁啊 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天气这么凉 天气这么凉怎么着了 胆子好大 竟敢怪罪给老天爷呀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大小姐 您别着急 我和阿淳马上把这些菜再热热 哼 这还差不多 我警告你们 这些饭菜可是差错不得 要是让我再挑到任何的错 你们俩就别想在红家待下去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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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真是大小姐脾气 你说什么 大小姐 你说谁大小姐脾气啊 我没有 你没有 我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你还说你没有 我 你行好大小姐脾气是吗 好啊 你滚啊 给我滚 大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批评你 可是我在红家待了十几年了 天天伺候着老夫人 我求求您别赶我走 我求求您了 大小姐 大小姐 我求求您了 要罚就罚我吧 阿淳的身世怪可怜的 你就别赶她走了 好 阿淳 我告诉你 看在吴妈的份上 我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你再敢犯错 我可饶你不得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还有 我让你们准备饭菜的事 要是让姑爷知道 小心你们的皮 是是是 是 快去把饭菜热了 赶紧提出来给我 好好好 走啊 走啊 大小姐 饭菜已经热好了 这还差不多 小马 咱们走吧 你要去哪儿 我的事不用你管 姑爷 我先走了 吴妈 姑爷 大小姐有没有说的去哪里 没有 没说 又要去打牌 不像吗 看样子是去给人送东西 这人到底是谁呢 真刚哥 我来看你了 真刚哥 真刚哥 你怎么摔下来了 来 我扶你 你是不是要下床才摔倒的 你怎么不叫护士呢 万一不小心伤口裂开了 该怎么办呢 小马 把东西放下 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诶 真刚哥 在你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来负责照顾你 给你准备最好吃的饭菜 佩琪 你真的不用这么费心 不 一点都不费心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差点忘了 真刚哥 你看这束花 你觉得怎么样啊 美不美啊 其实美的不仅是花 还有它所代表的含义 你知道玫瑰花代表什么吗 代表真心的爱 热情的爱 不顾一切的爱 虽然 爱情总带给人们痛苦 但是这世上最美的事 莫过于爱情 真刚哥 尤其是那种 不管世界如何流转 依然见证不变的爱情 就好像 我对你的爱 好了 别说了 不 这整整憋在我心里八年的话 我一定要说 真刚哥 你知道八年前 我为什么要嫁给凯程吗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吗 因为你 因为你离开了我 你要和佩珊结婚 我因为一时的冲动嫁给了凯程 我要惩罚我自己 惩罚我自己无能得不到你 我也要惩罚你 我要让你痛苦 让你一辈子内疚 让你一辈子内心不安 贝琪 但是我错了 我是在惩罚我自己 八年来我只能够用喝酒用 打牌来麻醉我自己 我过着像游魂一样的生活 我空虚 孤独 真刚哥 你好狠心哪 你真的好狠心哪 贝琪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可是我 我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你说 一切都来不及 一切都不可能 都是命中注定 我不要听这些话 真刚哥 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我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了 真刚哥 贝琪你冷静一点 不 我不冷静 我要让你知道我内心的话 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痴情 别闹了贝琪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呢 也要为孩子想想吧 孩子 是啊 孩子 你有儿子 我也一样有孩子 难道你真的忍心要丢下孩子 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吗 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是爱情 你要记住 亲情是甚至爱情的 我 我不管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包括我这条命 志刚哥 等你好了以后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所有的人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这是不可能的 你别说傻话了 人家不是说人帝胜天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 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吗 你一点都不联系我 一点都不可怜我吗 真的 贝琪 你是我妹妹 我当然联系 可是男女之间 不光只有联系就够了 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有了佩山和孩子 佩山已经从我身边 夺走你八年了 难道还要夺走你一辈子吗 佩山并没有从你身边把我夺走 我和佩山是真心相爱 你要认清这个 我不要 我不要 真刚哥 我是真心爱着你的 哥 哎 护士小姐 嗯 请 请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这 这要看你腿上伤口愈合的程度 可不可以 你帮我问一下 我 我可以回家疗养吗 不 你不能 你还不能走 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没事 我可以回家疗养 护士小姐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吗 这得问医生才知道 那就麻烦你了 谢谢啊 不用 谢谢 真刚哥 你真的要回去 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了 裴契 我当然在乎你的感受 可是我怕你越陷越深 不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只要能够看见你 能够照顾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生活才有意义 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痛苦 你知道吗 你再怎么痛苦 也比不了这八年 我内心的痛苦 真刚哥 你看着我 诚心诚意地看着我好吗 我是裴契 从小就喜欢你的裴契 难道我不够漂亮吗 我哪点比不上裴山呢 如果你不爱我 我就觉得自己很不幸了 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 我就觉得你才看不起我 别急 我求你了 你冷静点 好吗 朕宽哥 楼契布你 你让我抱着你吧 让我抱着你 你 让我感受一下 温暖的感觉好吗 碧琪 一个 小公主 沛莱珊 你瞧 你帮着我 我洗缸就洗得快通过了 沛莱珊 如果你能永远帮我洗缸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呢 真刚哥 洗缸很辛苦哎 你真的想一辈子都洗降缸吗 那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永远都帮我 那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佩珊 你答应我 一辈子都帮我 好不好 好 我一辈子都帮你 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洗降缸 哎呀 佩珊 你怎么了 手破了 你看 真刚哥 我的手可脏了 没关系的 我看别人缝衣服的时候 被针刺伤也是这样 听说这样还可以消炎止痛呢 真刚 从小你就很照顾我 处处爱护过我 我们说好了又永远在一起 可是你竟然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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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侯 真刚在不在 你 你怎么哭了 我没事 你找真刚有事吗 我是想来告诉真刚 我已经查出来 那批豆料 的确是被王凯成接走的 现在那批豆料 就在宏记的将园里面 我原本想带几个人 把他们偷偷地运回来 还给真刚 可没想到 让他们发现了 被他们发现了 那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一提起这件事情 我就来气 你知道吗 他们把那看门的老张 毒打了一顿 然后给轰出了宏记 他说了恨你的 不 二小姐 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关你和正刚的事 关键就是那个王凯成 他太卑鄙 太阴险了 居然连节奏这种事情 他都做得出来 不过现在说这个 已经没什么用了 对了 二小姐 你还是赶紧告诉我 正刚他人在哪里 我要赶紧找到他 跟他商量一下 正刚他 他已经三天没回来了 你说什么 正刚他三天没回来了 那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能找的地方都找过 可是都找不到他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正刚出门的话 那他事先会告诉我们 他在哪里的呀 正刚他 他对我有误会 该不会是因为 王凯成那件事情吧 我找过王凯成两次 最后一次被正刚发现了 他以为我背叛了他 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这件事情 都怪我了 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去找王凯成 是为了逗料的事情 可是二小姐 你 我那天来找你的时候 你应该都告诉我的呀 如果那天你什么都告诉我的话 那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他 二小姐 你刚才是不是说 朕刚才知道你去找王凯成之后 就不见了 他们之间产生了争执 吵了一架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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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糟了 你快说呀 糟了 二小姐 朕刚和王凯成 吵了一架之后 朕刚就不见了 我担心 这件事情 又跟王凯成有关系 王凯成这个人心狠手辣的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担心 朕刚不是他的对手 朕刚不能出事 他不能出事 二小姐 你先不要慌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 你别急 我会尽力 把二少爷找回来 把他交给你 好不好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二小姐 依我看 你还是先在家歇着吧 我先去找找那个王凯成 如果在他那里 问不出什么来的话 我马上回常理 号召其他兄弟 再继续找 好吗 子豪 你一定要找到朕刚 拜托你了 二小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 把他给找回来的 谢谢 谢谢 那我去吧 各位里边请 温少爷 王掌柜 你们看我这屋子 格局风正 采光又好 又是西洋建筑 从大街上啊 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的 用来做生意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姚中 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小江 你觉得呢 依然看了好几天的店面 光今天就看了十几间 看得天都黑了 大概就这间 最符合老爷的要求 不过不知道 这附近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这附近公车站很多 人力车也很方便 交通应该还不错的 王掌柜说得对啊 温少爷 这里离公车站 只有几步的路程 人力车召唤站 就在公车站的旁边 交通非常便利啊 好 就决定这间吧 是是是 温少爷好眼光啊 你选这间房看洋行啊 一定是生意兴隆 采源广进啊 好了 客套话你就不要说了 其他细节 跟我助手江先生谈吧 是 江先生 那我们先去核对一下 房气地气 这边请 有终 做生意首选就是地点 地点选好之后 怎么样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吧 后头啊还有的忙呢 凯成啊 虽然店面已经确定了 不过我这个洋行 还缺少一个懂洋文的伙计 你人面广 有没有人可以介绍给我 这 不瞒你说 虽然留过洋的人很多 但要找个真正懂洋文的人 还真不好找 你再仔细想想 我爹之所以 能让我一个人来筹办办事处 就是因为知道你能力强 能帮我大忙 我爹说了 只要你帮我办妥这件事 这个洋行就让你入股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有什么需求 尽管向我爹开口 你说怎么样 这 舅舅真是看重我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那你就帮帮忙 介绍和惠做生意 又懂洋文的伙计给我吧 有一个人我想到了 谁 我们将员黄师傅的儿子 黄子豪 黄子豪 好 黄少爷 王掌柜在家吗 姑爷不在 他带着老夫人的亲戚 看房子去了 姑爷 子豪 我正找你有事呢 王凯成 你把郑刚怎么了 郑刚 他怎么了 你少装算了 你快说 你把郑刚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他绑架了 绑架他 我绑架他干什么呀 子豪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少给我装出一副 没事人的样子 王凯成 前两天你和郑刚吵完架 他就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到现在人都找不着 我怀疑是你对他下了毒手 郑刚他失踪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佩生是不是很着急 我要去看他 你站住 这是你对我说话的口气吗 王凯成 我是对事不对人 郑刚的事情绝对和你有关系 你告诉我 他现在人在哪里 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如果你不说 我立刻就去报警 皇子豪 我也警告你 郑刚人在哪里 我根本不知道 没错 那天我们是有一番冲突 可是我先走的人 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说谎 你这卑鄙阴姐的小人 你现在巴布的郑刚 立刻从这世界上消失 然后你就把你的魔爪 伸向二小姐 是不是 是 真有意思啊 如果我要他死的话 他早就到地府报到去了 还能活到今天呢 可况 他若是死了 这世上 不就少了一个好儿 又好笑的对手吗 对不对 你这卑鄙小人 好了好了好了 别气了啊 对了 我可帮你找了个好差事 你要过来帮我啊 王开诚 你要我替你做事 嗯 办不到 那 你连洪记也不想干 我跟你说 我在洪记做事 完全是为了报答 洪老爷的恩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 好 好 好 暂时 留下你这个人才 不过你给我记住 不要再给我嚣张了 否则我不会对你客气的 明白吗 好 那我也告诉你 你对我怎么样都悉听尊辩 但洪震光的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他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怎么给你交代 嗯 好 你到现在还死不承认是吧 最好你这阵刚没怎么样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放过你 好 黄子豪 要不是你还有点利用驾驭 我早就把你做了 你又要上哪去 你管得着吗 这女人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呀 好 哎呀 阵刚阁 你吵着要出院怎么劝也劝不听 所以呢我就请了这位名医 特地照顾你的伤 我不需要什么医生 谢谢 阵刚阁 你的伤还没好呢 你千万别逞强啊 出院手续办好了吗 办好了 一共多少钱 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是我的车子撞伤了你 这笔费用应该我来付的 可是 那算了 你这样怎么走啊 至少让我用车子送你回去啊 没事的 来 你们扶着他 好好好 谢谢啊 安莲儿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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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慢点儿 慢点儿啊 慢点儿 别伤了他的腿 你老太好 你老太好 还真心可能 你老太好 走 我 ..." 我正刚在一块 奇怪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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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叫马 快吃 小马 按照我吩咐的路走 是 先生 对不起 你开错路了吧 了解教员应该又撞才对啊 阵刚哥 你别担心了 这条路 一样可以帮你带回家的 不是 我回家不是往这条路的 裴欺 你到底想干吗 来 阵刚哥 到了 这什么地方 你带我来这里干吗 阵刚哥 这是我为你租的一间房子 你在里面好好养伤 等你养好伤以后 我再送你回去 我要去的是苗季匠园 先生 麻烦你送我走 小马 你还愣着干吗 还不快扶他进屋里 是 你到底想干吗 走吧 来 放开我 来 放开我 你们小心 别闯到他的伤口啊 走吧 小心 你冷静点 放开我 这个贱女人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机会来了 他 是 还是 我 我 和你 我 没